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说后 你会跟我一起回去月城吗 你为什么闭上眼睛 你为什么避开我的话 我会回答你的 但现在不是时候 你知道我为什么拼命点枪吗 因为我想比你强 到时候如果你不跟我走的话 我就把你绑了跟我走 他们都说你是要当皇帝的 可这皇帝有什么意思 你看你的父皇活得这么累 而且这天气长 好了 我都知道 那你 你笑话我 这是个个优优独立准 dropdown 他们呢 已经是去世的 没什么事 雷巫节 其实你不用送我的 我就将军府的车孽回去 没人敢阻拦我的 那可说不准 他们连太师都敢行刺 杀了太师是朝野震动 杀了我 我的父亲会不管不顾 把天启城给踏平的 你父亲这么厉害呢 不如你父亲厉害 你父亲活着的时候 他只能排第二 可是我父亲走得太早 我对他的印象也不怎么深了 父亲说 你们两个很像 和我很像 那应该也不怎么厉害吧 这么没自信哪 我当初闯上江湖 也是很有自信的 现在只是被打得没有自信 父亲说雷将军 是个很有趣的人 刘无杰你也是 原来是这和我很像 但是这有趣 不就是傻 说得好听一点吗 真是个傻小子 那个 叶 你支支吾吾的 想说什么 叶姑娘以前 是不是喜欢萧瑟啊 是啊 在她离开天启城之前 我一直都很喜欢她 我的父亲还差点 把我去提亲了呢 那现在呢 现在不喜欢了 为什么不喜欢 那个时候想 不懂什么是喜欢 现在看着她 感觉像对着阴烟镜子 我听不懂 你们都有一些 在哪里 有什么事情 你们都可以